说到姜维 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蜀国的大将军 同时也是诸葛亮意志的继承者这些关键语 通过三国演义的描写 我们的印象中 姜维是一名能文能武的将军 在投降蜀汉之后 对曹魏造成了非常巨大的威胁 但为何这样一位名将 在曹魏阵营中却始终默默无闻 为什么在加入蜀汉阵营之后 立即就飞黄腾打 今天我们就来简单地看一下 姜维是如何在曹魏时官的 三国志 姜维传是这样描写的 以傅炯锡为郡公曹 执枪容叛乱 身为郡江 没于战场 自为官中郎 参本郡军事 恩 因为他父亲在战场中殉职 所以为了表彰他父亲的功绩 作为儿子的姜维 获得了参军的职位 就是一位官二代 恩更严格地说是立二代 姜维在曹魏受重用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而在诸葛亮首次北拔之时 姜维遭到了这样的待遇 渐行六年 丞相诸葛亮军向骑山 时间水太守释出暗刑 维及公曹梁旭 主不迎赏 主祭梁前等从行 太守文蜀军垂直而诸现响应 以维等皆有一心 于是夜王宝上归 维等绝太守去 追迟 至城门 城门已毙 不纳 维等相率还祭 祭义不入围 简单地说 姜维在第一时间就被抛弃了 不但是太守马尊不信任 连回到祭宪后也被认为是二无载 可见 姜维在曹魏基本就是一颗有可无的小力 一无背景 二无战功 基本属于官场中 被随时抛弃的弃子而已 那当时姜维是否真的有一心呢 我们来看一下 维等乃具诸葛亮会马速败于接亭 亮拔将西县迁于加级为等环 故为遂与母相师 亮辟维为苍草苑 加凤义将军 封当阳亭侯 十年二十七 在被迫的情况下 姜维带着被太守马尊抛弃的同事们 投奔了诸葛亮 但有一点让我们有所怀疑 为何姜维投降后没多久 就被任职了非常重要的主管梁仓的官职 并加封廷侯 要知道关羽将军也无非是一个廷侯罢了 而姜维作为一名在曹魏并无战绩 也无权力的参军 为何会如此受到重用 何况历史的记载中 姜维是被迫投降的 我们来看看随姜维一同投降的几人 梁绪后官至大红龙 赢赏则官至至今武 梁前官至大长丘 四个在曹魏担任几乎被忽略不计的小历 投降蜀汉后却立即当官当的风生水起 难道蜀汉真的人才凋零 先不说历史上是如何对待将将的各种典故 将将将安排在大将军 至今武这样的关键职位上 本就是非常危险的 何况诸葛亮自己也说了 将伯约钟情实事 思虑精密 考其所有 永南 既常诸人不如也 其人 梁州上市也 正所谓永南 既常诸人不如也 如果不为我所用 那才是真正的巨大威胁 但诸葛亮还给他一份大力 须先叫中虎步兵五六千人 将伯约慎民于军事 既有胆意 深解兵役 要知道当时整个蜀汉的军力也不到十万 而在北伐前线的部队 也不过两支三万 将一支前线部队的百分之二十 交由一名刚投降的无名小将 这实在是说不通的 在三国时期 不同阵营之间将领的通信还是比较普遍的 自认有才能的将尉与诸葛亮有所联系 也是十分正常的行为 在曹魏不受重用 再加上诸葛亮须已的高额回报 将为和他的小伙伴们 或许在很早之前 就已经是诸葛亮埋伏在梁州的一条线 或许正是这条线 才使得首次北伐州 出现了蜀军垂直而诸现响应的场面 所以小编斗胆猜想 将为与他的小伙伴们并非被迫投降 他们与诸葛亮有着一份间谍协议 而在首次北伐时期 将为众人的表现 引起了曹魏方面的警觉 马尊在获得宪宝之后半夜逃亡 抛弃这些二五载的行为 也就可以理解了 所以胆大的江维 或许真的上演了一出无间道 只是最后并未成功 助蜀汉拿下梁州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